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你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超乔云 最近日本主办的五个国家军演 被外界认为是冲着中国来 虽然美军回应 联合军演只是增强彼此关系 掌握印太优势 但军事专家分析 从南海到第一岛链的水域 进行反潜演练就可以看出 这次军演就是要封锁中国的水下活动 而且专家还预测 欧洲反制中国企图扩张海权野心的趋势 正在兴起 可以预期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欧洲国家加入 确保印太地区安全 接下来您看到我们的采访报道 自1996年以来 每日每年皆会举行NOLS联合军演 本月21日登场的年度联合演习 更加入澳洲、加拿大和德国三个重要伙伴 并派遣至少17艘舰艇参演 军事专家指出 本次演习的最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整合五国海军的战术协调性 借此来应对中国的海权崛起 历年来这些海上的军演 它就不是有那么强的针对性 直到最近这将近六年来 我想它的针对性就很明显了 一方面是应对日本前首相安倍的 印太战略的一个倡议 那第二个就是2017年 美国前总统川普就任之后 正式认定了印太战略 它针对中国的海权的崛起 就变成主要目的之一了 而且可能是变成最重要的目的 它的特色是着重在日本南方的水域 最重要的用意是在操作 这五个国家的海军 联合的反潜 还有空战海上整补 还有一些通信的协调性 真正遇到战时状况的时候 可以增加五个国家海军的 联合行动的精确度 也可以发挥最大的战力 当他们可以对于海面跟空中 还有水下的立体的一个战场环境 可以达成更大知觉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提早应对威胁 美日今年以速度举行联合演习 并对外表示 军演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彼此的合作关系 不过这种说法 中国显然不买单 辽宁大学研究员陈阳出面怒批 美日两国在南海搞事是亚洲版黑海挑衅 更认为美日反潜演习 难以对中国构成十足威胁 我想中国方面他们的解读演习 威胁不了中国 某个程度我是同意的 因为没有人要威胁它 民主国家讲究的是自卫原则 那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快速的扩张 而且是错误的使用 才会逼使民主国家团结起来 反制中共的武力威胁 包括早前六国的海上军演也是一样 第二个他们有解读这是亚洲版的黑海威胁 但是我想这个就是偷换概念 因为在黑海还有地中海那边的 就是海上的这种武力展现跟对峙 同样的是北越国家 民主的北越国家的海军反制 俄国海军的霸凌 中共那边的分析 他们应该要去再冷静的去做出解释 我想这样对于区域安全 才有建设性的帮助 专家分析 北京已使自己陷入战略两难 会交上过于民性腔杆的出政权与印实力 反而促成了民主国家的团结 除了本次参与连演的德国 未来可预见会有更多欧盟国家 参与印太地区的军演 今天的这种民主国家的团结 甚至从欧洲来的海军 包括德国、荷兰跟英国 以往都是很少参与印太事务的 那现在都是认清中共的 它的这种威权本质 那我想未来欧洲海军再参与 就是印太的安全事务 会更为积极 那未来很可能意大利海军 也可能会到印太区域来 参与这种民主的防卫行动 维护印太地区的安全 已是各个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 未来像这样多国参与的联合军演 有可能变成常态 记者黄信雅采访报道 美国除了在军演加强部署 美国海军学院近日的研讨会上也透露 美国国防部建议在关岛部署 标准六型飞弹和陆基神盾 来防御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 认为这样更能够威吓中国 及阻止中国 而许多军事相关的领域专家也指出 免得中国侵略成险学 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 不断受到挑战的国际情势下 未来民主国家间合作强化 印太区域安全的趋势将会越来越迷现 如果对这一题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期再会